我已经厌倦了你对我要求 我回忆很不怠惹我没有想法 有一方来困惹你总是没错 有一天很会下定接近走的想法 我已经不能失去我今生的自由 你说女人呢应该要温存感动 有说女人呢应该要留意试试 我说能让你够了 别再对我无力的要求 为你我早已不是我想要失去的自由 我已经厌倦了你对我要求 我回忆也不代表没有想法 我一方来困惹你总是没错 有一天很会下定接近走的潇洒 我一定不能失去我今生的自由 我为今生的自由 我为今生的自由 伟齐翔是在为谁挑衣服啊 杨小姐 这么巧 现在应该是上班时间 我忘了你是千金小姐 应该没什么上班时间吧 伟总经理 你不要挖苦我了 我可是因为不敢轻忽贵公司的邀约 所以特地来这里挑礼服的啊 原来你也是为了我年度参会而来的啊 能在这个地方遇见你 表示这家店的服饰 品味一定是一流 不敢当 不过伟总经理是为了谁 还亲自在这里挑礼服啊 还不是为了尽快满足我爷爷的心愿 想说趁着这次的年度大会 从这些千金名媛当中 挑选一个最佳的伴侣 然后再把我精心挑选的礼服送给他们 那那位幸运儿肯定不是我 因为我是那个你宁可自杀也不会选的怪咖 杨小姐 你该不会记仇记到现在吧 我真的讲话就是无厘头 你就大人有大量 不要跟我计较了 况且 杨小姐跟其他人比起来 你一定是站上风 怎么说 我们都有好几次接触了不是吗 原谅我吧 对了 不知道杨小姐 有没有空留下来帮我挑选衣服 顺便帮我试穿看看 我一直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直觉 礼拜六那个幸运的人 身材一定跟你很像 如果你真的需要帮忙的话 我还是有点时间 谢了 杨三 我可以这样叫你吧 当然可以啊 看来好看的礼服都被我挑光了 杨小姐的眼光独特 每次新的款式以来 最好的已经就是她包了 因为本身条件不够好 所以需要好看的衣服来遮什么 你可别这么说 如果你这样的条件还叫不够好 那其他的女人不就不用活了 不然这样好了 我来歌爱 你不试穿给我看了 我刚刚试过啦 赛是OK的 可是我很想看你穿起来的样子 对啊 杨小姐 你穿起来一定很漂亮哦 好吧 你穿起来一定很漂亮哦 谢谢你 谢谢你 怎么样 真美 好眼光 佳善 你确定你舍得歌爱吗 好 就这一件 谢谢你送我回来 也谢谢你的礼服 也谢谢你的礼服 希望你那位幸运儿会喜欢她咯 一定会的 那星期六见咯 不 拜拜 拜拜 爸 妈 你看啊 这些都是我的建立品 而且啊 我很有可能成为这礼拜六 舞会上那个姓儿啊 别忙啦 可是舞会不去了 为什么 魏董事长啊 决定要在舞会上正式介绍 他未来的孙媳妇 我们要是去的话 岂不是自取其辱吗 怎么可能 他们的进展这么快 魏董事长竟敢这样戏弄我 我杨佳山绝对不会被你这么耍的 乖女儿啊 你怎么了 妈 我要跟叶朵莉宣战 佳山 你到底在说什么 这礼拜六的party 我一定要去 我要让伟七香 对我刮目相看 我们先走了 拜拜 嘉欣下班也吃饭吧 好 先来走 哟 怎么回事啊 你今天穿这么漂亮 需要去相亲啊 没有啦 我跟朋友参加一个餐会 我这衣服好多年了 是我大学时候 毕业舞会穿的 看起来要被人家笑话了 才不会嘞 衣服是看人穿的 最流行的 未必好看 谢谢你的捧场 我们先走了 终于会玩得开心 朵莉刚刚好 拿着拿着拿着 大老板交代 明天一大早要跟我们开会 所以这些报表 务必要今天晚上加班完成 弄好了 放到我这次上 拜拜 不会吧 不是 我今天有事耶 大老板怎么会突然想要看年度表呢 谁知道啊 总部就临时打一个紧急电话过来 来说大老板 你管那么多干嘛 大老板都说话 你敢怀疑啊 不要怀疑 不要挣扎 快点坐啊 朵莉 我有空 我帮你 得了吧 夫人 你还想帮别人啊 你业务成绩报告表 打好了没有 你这个月表现得真好啊 又是倒数第一名 超自威之啊 哎呦 有有有有有有 穿着这么漂亮 你是要去相亲 还是去参加别人的婚礼啊 那个年度表 我会尽量敢敢看 好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哦 不是我说的哦 你到时候不要怪我 误了你的幸福哦 拜拜 拜拜 朵莉 她根本就是故意的 你干嘛还买她的账啊 她有付你加班费吗 她已经违反劳击法了 我们可以告她了 没关系啊 我赶一下 应该可以来得及